技術专利解禁3D打印普及 是电话学FIGURE 这些物品平时都可以在街上买 如果想量身订造 不要以为一定要找BAMO才做到 现在有一种技术可以帮到大家 运用3D打印技术 可以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产品 除了刚才那些基本用品之外 3D打印技术已经可以应用在 拖儿模型、比坚尼泳衣、跑车和战机零件 食物、还有人类心臟等等 有研究机构说 今年全球3D打印市场较上年激增52% 去到38亿美金 即是约296亿港元 去到18年 更加会增加到1264亿港元 之前3D打印之所以发展缓慢 很大程度是因为受到专利权保护 令到开发和研究成本增加 但是这个束缚 刚刚在2月就解禁了 3D打印机大幅跌的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说到最受惠的就当然是用家了 现在一部台湾出的3D打印机 可以平到去3900港元 一般普罗大众都可以安在家中 打印自家设计的简单产品 如果你有兴趣 但是又不懂专业的设计软件 不要紧 因为现在已经越来越多手机APP 提供入门级的3D设计APP给大家 真是要说它 既快节又方便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